尊敬的法师 各位嘉宾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2017年墨尔本 卢军红台长太平心事世界佛友见面会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佛法智慧普利众生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卢军红台长二十年如一日 无私望我付出耕耘 慈悲救度全世界一千万人 结缘佛法 使佛法精髓 普利有缘 和平之光 辩照十方 智慧圆容 妙法视线 慈悲无畏 应激说法 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近年来 卢台长的红法足迹遍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 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皇室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还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 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间 2017年5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魏赛节纪念活动并做主题发言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卢君洪台长慈悲 心系墨尔本有缘众生 特别再次来到墨尔本与大家结缘 共沾法喜 共募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 有缘众生 人心向善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今天晚上的见面会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 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 卢君洪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 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 佛友们的佛学问题 卢台长将会为我们现场解答问题 指点迷津 首先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陆梅林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突发心肌梗塞 抢救入院的父亲 度过生命危险 化险为夷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祝佛菩萨 隆天护法神 感恩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哦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佛友 我现在来分享一下 一个星期时间 通过念经 放生 救了爸爸的命 在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祝佛菩萨 隆天护法神 慈悲原谅 最近一直听师父说 天使很快 尤其年龄到了369 关节年龄如何消灾地开始 我爸明年才是369 却提前爆发了 那天想去体检身体 就被医生检查出 有严重的心梗 已经心梗死一次了 且释放了心肢梅 指标非常高 要求立刻抢救 进心血管重症监护室 我爸爸没想到如此突然住院 因为第一次住院 医生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这个时候 菩萨已经保佑了 和我们说 看指标 如果严重 晚上就要动手术 如果拖得过去 就明天 我爸还是过敏性体质 有食物 药物过敏的 医生担心手术过敏抢救都来不及 最好想明天手术 回到家里 我和妈妈就在佛台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发愿把自己某场法会的一半功德给他 还许愿放生一千五百条鱼 一百零八张小房子给他的药金者 我知道碰到事情不要慌 要坚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救爸爸的 是爸爸的观 就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来救爸爸 我和妈妈都是师父的弟子 只要我们诚心求菩萨 好好去做 心愿行 好了之后 献身说法 一定可以顺利过关的 因为我和妈妈坚信观世音菩萨 终身追神恩师卢君洪台长 修行修心 一起弘法度人 知道这个法门 就是让我们离苦得乐的 只要好好去做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要淡定从容 平时多累积功德 多去参加法会 多做功德 平时就要多放生 关键时候 功德拿出来用 才能避养家人啊 不然 到时候都拿不出 如何去救人呢 功德的重要性 就在此时体现 所以平时要抓紧每分每秒 不要虚度 多多念经 多多放生 多做功德啊 第二天手术 感恩当时给我爸爸 祝念大悲咒的师兄们 手术很成功 没有过敏 都没有疼痛的感觉 感恩菩萨 他自己也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看来人不到这一步 不会拼命啊 平时我爸爸看到我们 你眼睛久了 还会唠叨我们 这次他主动我们 寄出季代了吗 给他念念大悲咒吧 但医生说 还没有脱离危险 要第二次手术 再装两根指甲 他所有的心血管都堵塞了 非常的危险 但他已经很幸运了 有和他类似的人只能开刀 都没有做微畅的资格 有很多严重的心梗 一口气上不来就走了 师父说 末法时期收人的速度很快 大家要珍惜生命 早日学佛念经 才能避开灾难 感恩观世音菩萨救了我爸爸 让他少吃苦头 心灵法门真的灵 观世音菩萨闻生就苦 千处祈求千处印 医院气场是真的不好 呆久了头疼 我们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悲咒 给自己增加能量 每晚到家 都在佛台求菩萨 保佑爸爸早日恢复健康 菩萨好慈悲 每天都结了大大的莲花 时常相打卷加持我们 每一次都特别感恩菩萨加持 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 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关心 菩萨保佑有无我利他 慈悲的恩师卢君洪师父 心里装着菩萨装着师父 到哪都不怕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通过许愿念经放生 菩萨都会保佑的 感恩啊 爸爸不久就转到了普通的病房 指标都慢慢恢复正常 医生每次查房都会跟他说 你知道吗 你已经幸运地救回了一条命啊 你真的很危险的 还要戒烟的 我和妈妈都知道 这是菩萨保佑啊 化险为夷了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放生 我也是拼了命地给他念 金门组合小房子 感恩菩萨慈悲加持我们全家 希望爸爸也能早日开悟 能在人间早日闻得佛法 在人间多做功德 和我们一起学佛念经 以后还要带他去参加 卢台长的法会 献身说法 自己念经 自己受益 有时候就家人 给家人念经帮助他们 都不如他们自己开悟念经 效果更好啊 我今生今世 都护持心灵法门这个正法 跟随恩师 多多救度身边的有缘众生 帮助他们能闻到佛法 带更多人去祝愿法会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师父 我们很爱很爱您 您辛苦了 祝您法体安康 福泽长眠 长久住世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墨尔本的张倩倩同修 与我们分享 休息心灵法门之后 戒杀吃素 身心健康 知音懂果 礼苦得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生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 各位佛友和义工们 我叫张倩倩 来自墨尔本 是2016年9月份 来到澳洲留学 因遇到修习心灵法门的 舍友而接触到的心灵法门 从起初的不完全相信 到2017年1月1日 许愿吃全素 坚持修心修行 念经许愿放生 忏悔超度还债以来 我的身心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再次分享学佛后的梦境 及反思感言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还请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及龙听护法慈悲原谅 有一次录音中 我听到同修分享 许愿念诵三个月的 四十九遍 往生咒和解节咒 将身上的小灵性 超注到擅出的分享 决定自己也试一下 因为平时我会感觉 耳朵 脑袋和后背很不舒服 尤其是耳朵 从小就感觉有虫子 让妈妈带我去看医生 2017年7月24日周一的时候 我和菩萨许愿说 我坚持念诵三个月的四十九遍 往生咒和解节咒 齐请菩萨慈悲化解我 与因我过去吃海鲜 抓豆虫 捕蜻蜓 打蚊蚓 而死去的小生命名的冤结 并将它们往生到善处 我真心知道错了 我会把真实感受分享给更多人 并把搬家转租出去的家具钱 全部拿去放生 让更多的人知道 杀生不吃素的可怕 7月25号周二晚上 我在菩萨面前念诵这些经文的时候 意念里闪现出我耳朵 脑血管和后背处 有很多很多我吃过的活海鲜 牛羊肉 所以我的听力不好 还特别疼 脑子有时候比较木 想法超级多 爱钻牛角尖 思维很混乱 没想到自己无知 竟然造了这么多的业 太可怕了 之后拜师之前 为了不让师父悲业 我每天念诵 108遍往生咒 108遍解节咒 并向菩萨行108个大礼拜 进行忏悔和感恩 行大礼拜时 我就感觉有一群群的小螃蟹 从我的身上爬到头顶出去了 晚上我梦到洗澡 消夜了 跟着师父修心学佛以后 身边朋友家人都说我皮肤变白 额头痘痘也消下去很多 浴室处事 也更冷静稳重 我自己也感觉身心有了很大改变 比如以前我心脏不是太好 意念闪现出的是 我贪 撑和挂爱心太重 通过跟着恩师卢君洪台长 学习白化佛法 经过反思 我意识到 要去除贪 撑 吃 慢 疑 踏踏实实 学佛修心 其实 学佛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越跟着师父好好修 就会越来越觉得和发现新大路一样 佛法无边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奥秘 学到最后应该是越学越快乐轻松 经文也越念越有能量 但也意味着自身责任也重大 一定要善念善行 因为哪怕是一点点不好的想法 都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像一个小火花 就有可能会引爆一片雷区一样 后果真的很严重 跟着师父一心向佛 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重好每一个阴 真正做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我相信 在师父的带领和点画下 在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的庇佑下 在龙天护法的保佑和监督下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个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此父卢君红台长 感恩各位佛友和义工们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墨尔本的张一君同修 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 多年顽固皮肤病 不要而遇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此父卢君红台长 感恩来自各国的法师们 同修们 佛友们 我叫张一君 来自墨尔本 感恩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在此分享我学佛后的一些改悟 以及改变 2015年年底 在我来墨尔本第六个年头 我莫名其妙地得了花粉症 脸颊皮肤上开始各种发痘痘 退了又发 没个停歇 看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 只能过了季节才会改善 因为皮肤的问题实在难以忍受 便回国待了两个月 避开墨尔本的春季 回国后确实是好了一些 但也没有根治 人就时不时冒痘痘 非常难看 看了国内的医生 说这是过敏性挫疮 可用抗生素治疗 听后作罢 不敢乱用药物 2016年年初 结识了一位工作上的朋友 虽一面支援 但也因为他的微信朋友圈 让我认识了卢君洪台长 知道了心灵法门 当开始学佛念经以后 皮肤在不知不觉中 恢复了以前的光洁 这也是后来我才意识到 皮肤变好了 没有依靠药物治疗 到了今年花粉症爆发最厉害的时节 我依旧皮肤光洁 从头至尾 我没有针对性求过菩萨 治疗我的花粉症 但菩萨慈悲 治疗了我的过敏性挫疮 至今我每天往生咒攻克 四十九遍 以此忏悔超度 我以前吃过的这么多小动物 和活海鲜 皮肤的问题都是吃出来的啊 大家谨记 我在家里是独生女 因爸爸妈妈生我的碗 家里人特别宠爱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从小就吃很多活的和鲜海鲜 更是无肉不欢 不爱吃蔬菜 与朋友出去吃饭 也是各种胡吃海喝 过去一吃不懂 造了许多业 在刚开始学佛的日子里 我许愿每个月初一十五吃素 就连不吃活的海鲜的愿望 都没有许 当时实在不敢想象 不能再吃海鲜的日子会怎么样 只是跟着初学者入门 小心地许着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通过一段时间的念经 听台长录音 了解现在末法时期 与人结缘太多了 不要再和动物结缘了 我想到 我可以求菩萨加持 帮助我早日许吃全素的大愿 这个念头一起 第二天开始 我就再也没吃过肉 当时还没有许愿 可见任何一个意念 菩萨都知道 之后每每有吃婚的欲望升起 我心里就会祈求菩萨 坚定我的意志力 即使没有许愿 也经历了好多次梦考 有通过的 有没有通过的 这些没通过的考试 只会让我更加惭愧 以前吃婚所造成的业力 大概吃了半年的全素之后 还未许愿 我回国探亲 开始担心爸爸妈妈 会不同意我吃素 这是我第一次 在学习心灵法门之后回国 我们全家之前都是无神论 爸爸妈妈虽知道 我开始学佛念经 没有反对 但也没有支持 一直担心我的营养问题 我在回国的前一天 跪在菩萨面前 祈求观世音菩萨 可以保佑我回国顺利吃素 菩萨真的慈悲 我回国以后 真的顺利吃素 爸爸还单独为我做素食 虽然嘴上边抱怨做素食 又麻烦又要动脑筋 但每天都编着画样 给我做好吃的 爸爸妈妈也从来 没逼过我吃肉 在我在家的这一个多月 家里也不做活的海鲜吃了 以前听到其他佛友说 家里人反对吃素 自己心里也会慌 真的没想到 菩萨的加持力这么厉害 于是 在我从国内回墨尔本的当天 农历初十五 我在观音堂 许下了吃全素的大愿 感恩观世音菩萨 满足了我的心愿 在此我还想分享 自己的几个梦境 在刚开始念经的头几天 晚上就梦到台长来梦里 很严肃地告诫自己 不要和姐妹陶聊八卦 醒来后特别诧异 因为第二天 就是和几个好朋友 聊天吃饭 通常聊天的内容 就是家长里短 别人的八卦 因为这个告诫 这顿饭我吃得特别谨慎 不敢多说话 虽然当时 我才刚刚开始念经 今年 因为马来西亚法会 与回国的计划有冲突 没能参加马来西亚的法会 心里一直念叨着 观世音菩萨慈悲 在梦中 让我去了马来西亚法会现场 看见观世音菩萨 在头顶上 一身白衣 转圈圈洒甘露 还看见了很多 五颜六色的光点 像是各种菩萨在现场 加持着每一位佛友和朋友 醒来后百感交集 联盟联络了在马来西亚 参加法会的佛友 并证实 师父也在法会现场说 观世音菩萨 一直在撒着甘露 法喜充满 很多人和我说 念经是老年人的事 吃素等老了再吃 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好好享受生活 还有人说 吃肉是自然规律 弱肉强食 可是弱肉强食 何尝不是一种 违背自然规律的规律呢 你眼中的理所当然 何尝不是因为 业力的蒙蔽呢 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 或许你目前的生活 过得很惬意 在你眼里爱情很美满 你的身体很健康 你觉得在人间的 吃喝玩乐很满足 可这些真正是 糖衣抛弹 虚幻的假象 人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逃离不开 沉住坏空 借人间的这个身体 好好还债 修好自己的慧命 千万别辜负了自己 就像观世音菩萨 所开示的那样 真正救你的人 是你自己呀 还有想对那些 和我以前一样的 无神论者说 学佛并不只是 单纯的念经 而是和佛学为人 处事 为别人着想 听着佛祖释迦牟尼的话 做一个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的人 少一点想自己 多一点想别人 你会发现 生活才是过得 越来越开心 法系充满 在此也感恩 过去身中的自己 与佛法结了善缘 今生可以再遇佛法 修心修行 最后 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 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 世心物法师 与我们分享 他修习心灵法门的心得体会 让我们掌声欢迎 With your name Thank you Ace 我的深屬心地向佛下 深屬心地向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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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佛下hak人 在这美丽兴的大吉兰 澳心地向佛下 師父和教師 intern Sekin老師 是一个大国的国家 在这个美丽地的澳大利亚 我们可以继续和分享 和平衡的法律 和平衡的法律 所持续的佛陀佛和 Master Lu 当我十年年纪 这一段时间很久 一段时间前,来到澳大利亚 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为什么? 因为,在那时,我看到一个电视剧 对澳大利亚 现在,我现在非常感兴趣 澳大利亚 他们非常地认为 divers性 他们有很大的法律和法律 我要感谢 Master Lu 因为,我可以看到 Master Lu 是非常感兴趣 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当然,它是一个美专家旅馆的旅馆 与所有的美丽的游戏和威力 这些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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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网站, DVD, CD, talks and conferenc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ones in Italy and France held in September were attended by 10,000 people. Every time he gives talks, he promotes the great generosity of Australia, Buddhism and the spirit of peace. He does all this for free. Participants don't have to pay to attend. It is totally free. Thank you, Master. He is also practicing a lot of charity because he tells us every time that we must help other people. He is a great man of peace which matches perfectly with his great spirit of peace, respect and tolerance that Australia carries in her deep earth. Australia is a very big country where people have worked a lo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o build this nation, create this great system and modernize a lot with a great respect for nature. This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 want to thank Buddhist Savas and Master Lu for giving me the chance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to be a Buddhist monk and discover this great country of Australia that I wanted to explore 40 years ago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Also, since I became a Buddhist five years ago and a vegetarian, my life has changed completely. Now, my health is good. I am happy. I am relaxed. I am so happy to walk under the marvelous Australia bright sunlight which is unique. Why do I follow Master Lu and the Guayin Sita Dhamma Door? One, I follow this Dhamma Door because it helps us to practice Buddhism diligently and seriously in an easy and simple way. And it is very effective. All the people who follow this Dhamma Door have achieved great results. They become fortunate. They recover from terrible illness or problems. They change their lives for the better. I have seen, read, listened to stories from thousands of people that have changed their lives by following this Dhamma Door. You can learn more via TV, radio, magazines, books, websites, DVD, CDs, talks and conferences. Two, why do I follow Master Lu? It's very simple. We are at a time where people suffer from a lot of pressur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ir lives. And these people cannot find a peaceful, balanced state of mind and they start becoming ill severely. In particular, mental illness is no great concern. So, in this world, it's not easy to find a great guide. Master Lu is someone who has 10 million followers like me. Why? He has been studying Buddhism all his life very diligently and very seriously and very deeply. I have never seen anyone who knows so much about Buddhism. He is someone very serious who observes all the Buddhist precepts strictly all his life. He gives up this time to rest and has helped and saved a lot of people. For these two reasons, Bodhisattvas, especially Gwai Yin Bodhisattvas, help him and gives him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to perform totem reading. So, I was looking for a great master that is him. He is simply great because he is very pure. Simple, great, kind, nice, serious, honest, energetic, compassionate. For years, he has devoted his life to helping people to change positively, to be happy, have a good health and go to heaven. Please, continue believing in the great teachings, philosophy, and the way of life of Bodhisattva, Gwai Yin Bodhisattva, Bodhisattvas, and Master Lu. You can change your destiny. What to do? How to practice? Contact your local team, like the excellent Australian teams, such as the one in Melbourne. Listen to Master Lu's radio programs. Read and practice Paiwa Fofa, Buddhism in Plain Terms, and follow Master Lu's teachings. You will be able to solve all your problems in life, such as health, fortunes, and so on. My deep gratitude to Bodhisattvas. My deep gratitude to Gwai Yin Bodhisattvas. My deep gratitude to 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nd Dharma protectors. In this beautiful c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I deeply thank my master, father, and professor, Master Jun Honglu. samen,让我们欢迎來自上海的潘意西同修與我們分享. 丁麟法門將中華文化的智慧传遍世界, 福澤候士,立國立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师大愿 大慈大悲 大智以及大行 让千万信众 受益匪浅 感恩师父您救度众生的 毅力和决心 千千万万学佛人的会命 得以挽救 学佛让我受益匪浅 身体从到处都是毛病 甚至徘徊在死亡线上 到健康 家庭从吵架到和睦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学佛给我带来世界观 价值观 与人生观的重大变化 师父说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们中国人是有智慧的 中华文化是优秀的 佛法是精髓 师父说 我深爱着我们的国家 深爱着那片 抚育我成长的土地 我会以自己的能力 配合国家 做更多的贡献 尽我所能 做促进中华文化 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尽快实现海外华人的中国梦 每次看到这两句话 我都感动和惭愧 深入学习佛法后 才知道 只有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只有佛法 才能真正地救度 全世界的人民 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佛法里面的慈悲 洗舍 包容 无我等思想 会让人民幸福 社会和谐 国家安定 世界和平 佛法博大精深 涵盖人类科学的总和 无论什么民族 无论什么背景 都会从中受益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学佛钱 钱 学历 以及社会地位 在我的价值观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曾经的我非常愚痴 总想着自己的利益 却忘记了众生和社会的利益 以前的我 衡量物品的价值 是用金钱 拥有后也不懂得珍惜 在这样自私的心态下 逐渐丧失了 来自本性的快乐 学佛的这几年 我的价值观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例如以前 我计算粮食的价值 是用金钱 但是我现在看到粮食 想到的是 菩萨的慈悲保佑 农民 超市 以及厨师等 很多人的工作 才到我的嘴里 所以当我吃的时候 是无比的感恩 现在我知道了珍惜缘分 善缘也好 恶缘也罢 只不过是宇宙中的瞬间 结束就结束了 有些人你以后 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相处的时候 就懂得珍惜 言语自然柔和 真情自然流露 如果人人能学佛 人人都懂得珍惜 人与人之间 互相爱护与帮助 互相谦让 人间不就是天堂吗 学佛前 我并不知道 人活着为了什么 我们家有遗传病 我父辈兄弟的人 在中年的时候 基本都过世了 我们这辈人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并不知道原因 以及如何改变 人生倍感恐惧 学佛后 我知道了 人生只不过是一个终点站 行善积德 好好修行 以后就会到天上 甚至是脱离六道 而如果沉迷于五欲六尘 就会被欲望淹没 犯下种种恶业 最后沦为三恶道 人生真的非常关键 时间更是宝贵 短短几十年 却决定着未来千千万万年 学佛后 明白了因果定律 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菩萨慈悲点化 知道了父辈们 以及我们这辈人的短寿 是因为祖上杀业所为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从追求外表的漂亮 到关注自己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从无谓的浪费时间 到争取分分秒秒学佛 消除业障 改变自己 从满足身体的各种欲望 到追求精神上 无我利他的境界 在人生的某些时刻 我甚至会感动和骄傲 跟随恩师 在世界上弘扬佛法 虽然自己所作甚微 但是每每想到 我们心灵法门 佛友们 这个大团队 在世界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与佛法精髓 会无量无边的利益后代 心里的喜悦感 由然而生 学佛后我开始关注环保 吃素就是最大的环保 吃素大幅度地减少痰的排放量 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 以及自然和谐相处 我们放下屠刀 从伤害生命到拯救生命 而当我们保护动物生命的同时 上天却救助了我们的生命 随着师父在世界上弘扬佛法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 开始学习中华的传统文化 学习佛法 共同的信仰 让全世界的学佛人成为一家 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不分肤色 修身养性 辞成修本 反谱归真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没有争执 没有战争 只有尊重 信任 包容与和平 全世界的华人们 同心地推动祖国的文化发展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并从中受益 让中华文化利益世界 推动世界和平 学佛后 大家控制自己的欲望 节约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提升自身素质 造福子孙后代 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介 诸佛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 以及义工们 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